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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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所创始的儒家学说自汉以来可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现今孔子的思想与儒家学说主要可建于四书五经 小玉啊 你知道是谁编转的春秋吗 我知道啊 我们在孔庙当然就是孔子啊 你好聪明哦 那你知道春秋经是属于六经的一本书 那六经是哪六经呢 诗 书 礼 月 亦 春秋啊 哇背得好熟啊 就是这六经 那哦那记载孔子言行跟思想的一本书 就是他的弟子跟后世弟子记载的又是哪一本书呢 论语 论语 答对了 汉代的司马迁在某一部分也曾经写过孔子 是哪一本啊 是实际的孔子世家 诶 答得非常好 接着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孔子三定六经的原因好了 孔子啊 他那时候看到周代的那个朝政非常的衰落 因此他为了恢复诗 书 礼 月 因此他就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删定这些经典的工作哟 嗯 其中 他从上古时代呢 就一直写到最近的一个编年题的书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哪一本书啊 嗯 春秋 没错 又答对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诗经好了 你知道从上古时代诗经大概有几篇啊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对 那就是三千多篇啊 可是到了孔子那时候呢 就不见的不见啊 损坏的损坏啊 最后孔子把他修一修啊 补一补啊 也只补了三百零五篇呢 都是因为孔子 难怪我现在要读三百多篇的诗经 哦 小玉 你不要生气了 孔子呢 还做了一件事 他为每一首诗啊 编了一些音乐 让这些呢 都可以变成合乎标准的音乐哦 那易经呢 易经啊 说到易经呢 要谈孔子的晚年时代 孔子呢 在老年时呢 迷上了易经 还为易经啊 写了十篇的解释哦 孔子还说 如果我能够再多活几年 我就可以多懂易经了呢 从此以后 礼和乐都得到正确的整理称述 这样王道才可以完备 而六一雅就是礼 乐 舍 玉 书 述 也就是礼仪 音乐 舍剑 驾车 书法 和算术六项科目 这就是孔子教导弟子们 学习的六门技艺啊 孔子成周朝传统 以六义来教导弟子 一开始学习礼与乐 使其已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再来呢 是训练弟子舍跟玉 以加强玉武克敌的能力 同时还必须遵守相对的礼仪规范 最后啊 要学生研习书术充实知识 以解决生活上实际的需求 养成允文允武的人才 孔子呢 虽然严肃 但是呢 他却很可爱 虽然呢 学问广博 却不胜气凌人呢 孔子真的是一个 可亲 可敬 可接近的人 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